那我在這裡呢 我非常榮幸的 而且非常驕傲 可以跟大家宣布 新竹工程師籃球隊正式成立 謝謝 因為我們工程師是新成立的球隊 所以我們應該不會有太多 可能過去的一些想法 我們可以從球員的尋找 然後行銷的策略 還有整個球隊的組成 我們從頭開始做起 所以我希望我們球隊可以跟 以往有很多不一樣的作風跟方式 那也希望藉此呢 可以讓台灣的籃球運動 可以更提升跟發展 工程師從零開始嘛 然後到今天 包含他們的微電影上映 也正式成立了這樣一個 屬於新竹這個城市的職業籃球隊 其實內心也很感動 因為從零開始確實不容易 就跟我們Plus League是一樣的 我自己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真的看起來 之前只是有聽聞說 還蠻像多倫多暴龍隊的 然後今天看得真的很像 然後也蠻喜歡的 自己本身還蠻喜歡的 本身非常的期待 然後也希望到時候 還有更多喜歡籃球的朋友們 可以進場為我們加油 然後今天其實大家 我們自棋球隊的所有的 所有的 對職員 大家其實都有點嚇到 因為真的 不知道這麼多媒體記者 然後 來 然後因為我剛剛支持的時候 我也覺得稍微 抓了一下 我們也沒有說特別的 像學長學立志 那麼嚴重的球隊 那我們可能是用 VStyle 但是也是希望大家 年輕的球員可以自動自發 球場上就是也是要不斷的努力 然後不斷的吸取經驗 跟培養良好的默契 那 其實在這一塊方面 我們這幾個月 這一個月兩個月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努力在做 快可能就是在熱身賽 就會有 會起化學效應 對啊 然後覺得 一直到正賽12月中 12月左右才開始正戰 我覺得 相信到時候的陣容 跟 所有的感覺會 換藍衣心 我們在 10月17號的時候 跟18號 我們會跟另外三隻的 P-League的球隊打熱身賽 那也希望 在這個熱身賽的時候 我們可以有一些 可以讓大家看到 工程師在這幾個月來的努力 那我們 不是在得第一 不過我們只是在 打出每一場 最全力以赴的比賽 讓我們真的有這種工程師的精神 就是提了一個包包 征服全世界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 所以一開始呢 就有 所有 努力的心情 跟心態 來代表這個城市 來打出好的成績 這樣子 我們會不會 做成績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